那個到底是儲存彈藥還是什麼緊急庫存 我跟你講因為美國他在設想 就是他本來是要放在日本就是沖繩 那沖繩支持也反對 可是日本政府是同意的 就是說他需要有一些庫存的彈藥 那據我了解是100多個地方 那可是國會最近不是做兵推嗎 結果就發現台海萬一發生戰爭之後 美國根本就沒有辦法靠近補給 所以才會開始有這種想法 就是說那恐怕就要先放在台灣 所以邱國正講這個坦白講 兩個根本就同一個意思 邱國正說這個不是預存彈藥 事實上就是啊 因為他本來就想說我從日本或者從菲律賓 那菲律賓目前不願意 不然他那個卡加岩省那個基地 他事實上也是要建立彈藥庫啊 那菲律賓現在不願意嘛 他覺得他會變成劍靶啦 坦白講日本如果那個彈藥本來是針對台灣 在預存的話 他一樣會變成劍靶啦 那可是日本本來跟中國的關係就不太好嘛 所以目前日本岸田政府是傾向於要放在日本 那可是做完國會兵推之後 現在就發現到時候如果真的發生衝突 你根本運不進來啊 所以才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為什麼傳出來叫做 台日跟台美同時在協商 然後他就說同時協商 所以這個叫做區域緊急庫存 因為同時協商 拜託 最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放在台灣 因為到時候日本他們擔心運不進來 所以事實上就是要預存台灣嘛 可是這裡就會有一些問題了 這等一下賴老師會講的比較精準啦 就是你放彈藥的地方人家都不知道嘛 你難道在台灣就不會變成打擊目標嗎 既然放在沖繩會變成打擊目標 那菲律賓也知道他會變成打擊目標 那你放在台灣就不會啊 你是放在地下一百公尺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說這個恐怕也要做一點說明啊 不然事實上他就會變成預先被打擊的目標嘛 事實上你看到這一次中國大陸那個軍演 他事實上就用了火箭炮 而且是遠火 遠程火箭炮 那遠程火箭炮他到時候要打的一定是庫存 包括裝甲車嘛 包括彈藥嘛 包括飛機嘛 包括就是這一類目標的嘛 所以你如果有這種想法 你說人家不會標定你當作打擊的目標 我覺得不太可能 以菲律賓的軍事基地作為美軍 介入台灣的時候的這個武器彈藥的一個預存地 之前菲律賓小馬格斯在1月訪問的時候 跟中方建立了一個合作關係 之後就變化了 3月份的時候產生了變化 那當然這個跟美國的這個副總統啦 外交部長就國務院 國務卿 然後到最後是歐斯蒂去訪問的時候有關 當菲律賓又轉變的時候 那時候就提出來台灣有事就是菲律賓有事 他的邏輯是說有四五萬的非勞 在台灣到時要撤退的話 要美國協助 但是秦剛去訪問之後 小馬格斯又轉變了 說台灣的問題 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所以菲律賓是不能介入的 然後又提到了菲律賓是不選邊站 然後它跟中國的關係是友好的 所以菲律賓的這個軍事基地 是不會提供給美軍作為這個堆放武器所用 也不能夠 美軍也不能夠使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 對於第三國 那就當然包括中國大陸在內了 那以日本跟菲律賓的情況來看 其實我們都覺得那是假議題 為什麼說是假議題 因為你要把這些武器彈藥或是裝備 要送到台灣這邊來 那一般來講台灣是一個島型的 所以你只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空投 一個就是海運 可是問題就在於空投 基本上中國大陸的反導系統的能力 那你基本上要能夠送到台灣這個地方來 你的存活力不高 那更何況你要用軍方 美國的軍隊空軍來空投 還是用民間的船隻來空投 那如果軍隊來空投 那就是軍隊直接介入了 那當然這個就是中美交戰的問題了 那因為你一旦是這樣做的話 那以中國大陸來講 它就有合法正當的權力對你原投 軍事基地的原投進打擊 這樣的情形日本就捲入戰端了 那所以菲律賓已經表明態度 我不願意捲進來 那日本也不可能要為了台灣捲進來 那這個時候對美國人來怎麼辦 當然就是直接就預先就放在台灣了 可是你預先放在台灣 如果就武器彈藥 以目前來講 美國的武器彈藥的生產製造能力是弱的 那你就必須要把先進的武器彈藥送到台灣來 那你意思就是台灣買了 那台灣買這些先進的導彈 那你要堆放在哪裡 所有的你從港口開始卸貨 那中國大陸一定會監控到你的定點 那再把你定位 你即使你半夜偷偷摸摸的在搬運 到轉換到別的定點 難道你不會被偵查出來嗎 我想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另外我覺得福建號的航母的 隱形的無人 重型的隱形無人機 跟隱形戰機 這個部分我有不同的看法 為什麼說有不同的看法 以目前在4月22號 央視所公佈出來的這個模擬的 不是您剛剛在影片上所看到的 單發的那個模擬來看 也就是說4月22號 央視公佈出來的那個相片的形狀來看 是雙發而且有壓抑 那有雙發有壓抑高度懷疑 它是歼二型的延伸型的建載機 這很特別 因為我們原本我們的判斷 應該是歼三十一 或者是歼三十五 但是歼三十五沒有壓抑 可是而且是單發 但是有壓抑雙發 所以它歼二十的可能性就存在了 那到底是哪一種類型 我們不知道 這確實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情況 另外也就是說大型的這個無人機 艦載無人機 原本我們以為是作戰 就是攻擊十一型 也就是2019年在珠海 航空展的時候已經展現出來的 這個空軍所使用的攻擊十一型 但是以看它的那個結構跟形狀來看 卻又很像彩虹7 那到底是哪一種形狀 因為在前段時間 歼二十搭配了這個無人機的一個作戰 也就是說當歼二十改裝成為雙座 那後座的那一位飛行員 他是電站員 所以他是可以在空中指揮無人機群 搭配了有人機的一個作戰 而當時的估計 那個間 我們講的就是無人 跟歼二十搭載的無人機 那很有可能就是彩虹7的延伸型 所以那個時候的畫面也沒有出來 可是大家都知道它是重型的 那它的功能在哪裡 由於它是隱身 由於它是無人 所以它是在高危 就是高度危險的狀況下 它可以執行任務 而且它可以攻擊雷達 那這個也就是說 當我們台灣的愛國者飛彈 建立起一套防空系統 而我們愛國者很重要的 依靠就是雷達的運算 那這種無人機它可以突破 這個防空的系統 然後進入攻擊你的雷達系統 那它是一種重型的 它可以搭載四枚以上的導彈 而且可以搭載衛星製導的這種導彈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我看了那個形狀 我都覺得很像彩虹 而不像我們原來所預估的 這個攻擊11的這個無人機 那這代表這些機種都已經快要出來了 因為當它開始進行 您剛講細薄測試的時候 那這些電子彈射拆掉 那它要開始推動這些海事的時候 就會看到了 我覺得美國最大的危機就是 面對美元開始被質疑 那沒有任何人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 事實上不是只有拜登 包括共和黨 比如說共和黨就說 舉債上限就給你跳票怎樣 事實上我跟你講 舉債上限即使如拜登的願 讓它拉高一兆多 那你拉高了一兆多 你美債就賣得掉嗎 這是兩回事 就法律上允許你再拉高美債 並不意味著你的美債就賣得掉 對啊 因為美國人從來就不認為美債會賣不掉 這個才是問題啊 你知道吧 然後他也會這樣想 他就說你不要用美元 那我跟你保證你在世界上找不到其他貨幣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 這個當然是就投資市場市 比如說股市啊 債市啊 期貨啊 外匯啊 那美國確實是有主導性的地位 可是貿易支付不一定 因為可能人家開始建立各種區域的小圈子啊 用本幣啊 或者用人民幣都有可能啊 那更何況是一些國家 他會開始憂慮 他是不是哪一天就不小心站到美國的對立面 然後就被你制裁 你不知道嘛 比如說中東你怎麼知道哪一天美國看你不爽 翻臉不認人 然後就把你當作第二個俄羅斯 或者是塔利班 阿富汗的外匯到現在還拿不回來耶 就這個完全是由美國單方決定 那這風險太高了吧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 我用美元然後造成一些我的外債是用美元計價 突然之間利息從1%變成5% 那我怎麼受得了 所以這裡面美國造成的不確定 我跟你講這絕對不是什麼 中國什麼登高一呼啦 說大家來用人民幣吧 不是這樣的 每個大家都會感受到 事實上是每個國家開始對美元的不信任 這個不信任是有多種原因的啦 就是說你美債都已經31.5兆了 那你這樣不會貶值誰相信啊 那另外一個就是 那你突然給人家暴力升息 讓我的美債利息變大 或者是我哪一天不小心站到你的對立面 那你把我比照俄羅斯一樣來制裁那我怎麼辦 是這一類的東西嘛 所以我覺得美國到現在還想不通這個道理啊 所以這個很麻煩 並不是說有哪一個貨幣可以取代美人 這個目前做不到啦 大家當然知道啊 可是大家要避免手上太多啊 我多少用點別的吧 是這種心態啊 那我覺得 這個就很麻煩啦 因為我跟你講 當老大當久了就會這樣 他現在對中國也是這種心態啊 比如說 他本來想說 我本來要催你三下 我現在才催你一下 我現在就要跟你見面 我對你讓步了耶 我才催你一下而已啊 我另外兩下暫時沒催啊 然後感謝他就對了 對 他就是這種想法 所以他就覺得 布林肯就覺得 你怎麼給我拖那麼久 還不跟我見面啊 那Austin 你已經給我拖五個月了耶 怎麼不跟我見面 我在平行時空就對了 都感受有落差 你們怎麼敢不跟我見面 你們不怕被美國航母吹嗎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 他航母自己跑那麼快 是 我知道啊 不小心被你看到 我就是跟你講 那個當老大當久了就會這樣 就覺得說老二啊 你怎麼沒有幫我端茶呢 奇怪耶 我只是昨天對不起你 講了一句髒話啊 那你今天就對我不太恭敬啊 他就是這種想法 皇帝心態 等於就是楊潔篪 在阿拉斯加講的那一番話 美國到現在還是聽不懂 就你不要用實力地位來 由上到下對我做事 或者講話 這句話美國聽不懂嘛 所以你就看到他目前 就出現了這一類的事情嘛 就是你 你不要以為是有人 在陰謀不用美元 不是啦 是人家會怕 是在避險 對 那他這一點 他始終沒有辦法看通啦 這有什麼辦法 怎麼看美國的外交 有沒有死掉 其實有一個指標就是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 美國目前來講 他一直到十年左右 他一定就是打中國 因為他一定要把中國壓下來 所以美國的外交嘴巴講說 不要選邊站 但他就是要你選邊站 這也就是為什麼隱西越會做那種 讓人家匪夷所事的事情 主動去挑釁中國大陸 那麼也會讓大家會覺得說 你菲律賓的總統 小馬克斯怎麼會突然間 又改口了 說台灣有事就是菲律賓有事 那所以指標就在這裡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有多少國家 在繼續追隨美國走這個指標 那小馬克斯還沒到美國去訪問 5月1號又改口了 然後就台灣是中國的內政 又改了 這個就很有趣了 那請問一下 那現在對拜登來講該怎麼辦 我判斷 因為小馬克斯原來是美國的通緝犯 他是司法通緝的 那過去人家說 那你以前在過境到聯合國開會的時候 跟拜登有見過面 那是過境 不是入境 現在是拜登的客人 所以是入境美國 那一個總統可以接待 在白宮接待一個通緝犯嗎 美國政府的通緝犯 美國法院的通緝犯 不可能 所以我估計 拜登他們相當有可能 就透過政治的力量 把他的司法的通緝犯 把他解除掉了 然後把他的財產凍結了 來交換小馬克斯 說台灣有事就是菲律賓有事 那現在又改回來了 那你 他就沒事了 就沒事了 那因為你拜登不能再說 你我再變成你是通緝犯 不可能 因為法院不是你家開的 對 這個已經 現在拜登已經灰頭土臉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有哪些國家跟美國 站在那邊打中國 你就可以算得出來了 那嚴格上來講 美國外交真的死了 因為剩下的沒有幾個國家了 原本可以影響全世界的 現在已經沒有幾個國家可以影響 這就是外交已死的證據 另外我覺得人民幣的數位化 是一個很值得去看的一個指標 台灣也應該好好想一想 人民幣一旦說 因為現在已經有一個省 有個地方已經開始 公務人員已經開始用數位化 來資新了 那未來有更多的省開始用資新了 接著可能會有 這個企業也開始用人民幣的數位化 數位人民幣來資新了 那這樣的話等於是中國大陸 一步一步已經在展開 一旦走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第一個你要貪污腐敗賄賂就很難了 現金會變少 現金會變少 那因為他們現在還有一個新的法律 就是你任何你拿兩萬塊以上 人民幣到銀行去 去存進去 你要說明你的來源 那你要領兩萬塊以上 你要說明你的用途 所以你未來數位人民幣的時候 你要貪污要腐敗要行賄空間 真的是縮得很小 還有一點我覺得台灣要特別 可以要學習的 就是詐騙犯越來越困難 因為每一張錢都可以追蹤 所以你詐騙犯詐騙的錢 請問它是數位人民幣 你轉賬過去的時候 每筆錢都可以追蹤 而且都可以去定標的 那你誰用了詐騙犯的錢 誰就是詐騙犯的同盟 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裡面 未來數位人民幣 一旦發行的時候 金融犯罪的可能性會降到很低 我覺得這個是全世界的好事情 拍馬屁沒拍到 坦白講這個你要看寶馬 你也要看人家 他投資中國100億 100億人民幣 我跟你講 德國的車企 前四大都在中國做重大投資 那他們未來一定要跟中國做大量合作的 那這個當然是史詩級的公關災難 這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當然這個 他這個公司自己要檢討 可是波及白馬的銷售 我是覺得大可不必 這個基本上 因為你這樣也會引起歐洲人的一些討論 事實上我昨天就已經在德國的媒體看到了 有人就說中國民族主義真是強大 事實上這個 我不會把它理解為是民族歧視 我覺得就是這家公司出問題 就是你這家 什麼行銷公關會做成這個樣子 一樣還有德國別的公司 人家大眾汽車就沒這種問題 奧迪也沒這種問題 奔馳也沒這種問題 對不對 我最近還看到德國那個Porsche 在大陸也賣得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公司的個案 不過我覺得中國大陸汽車的崛起 真的令很多人非常的吃驚 我覺得主要 我覺得電動車崛起這個吃驚還沒那麼大 因為電動車大家比較是站在同一個起跑線 那這個中國大陸就不會輸人家 而且它電池又進展那麼快 政府的包括充電樁的設置 對減輪車的鼓勵 都其他國家都很難類比 可是它連實化車都做到 因為它的出口一定是很多還是實化車 它能夠做到實化車比過韓國追上日本 這個難度很高 因為汽油車它的系統整合是比較複雜的 那電動車是相對要容易很多 所以完全不一樣的系統 比如說你如果去看德國車 為什麼德國車它那個Benz 你很難跟它競爭 因為人家系統整合 那已經做到幾乎沒有缺點了 還有比如說日本的最高檔車Lexus 大概有這種狀況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部分要競爭是比較不容易的 所以我覺得今年2022年它是已經打擊到了韓國了 所以你剛剛講到那個韓國民眾現在對大陸意見比較大 因為韓國幾大產業都被嚴重衝擊 包括本來是手機嘛 那後來包括半導體的成熟製程嘛對不對 現在包括汽車 那我認為日本明年就會開始有這種感覺了 就是它的汽車出口開始被衝擊 而且會越來越嚴重 比如說去年中國大陸出口就已經310萬 那日本才320幾耶 那差不遠了 已經快被追上了對不對 那未來你如果有其他國家人口增長 中產階級要買車 我覺得買中國車的機率非常高 因為它比日車便宜啊 對啊如果台灣有開放 應該台灣也很多人會買啊 那台灣的汽車商會保護自己的市場 那個日車大概就比中國大陸的車要貴三分之一啊 所以你去想嘛 比如說歐洲有些地方 非洲、中東、印尼、東南亞一些地方 我如果要買的是中低價位 我一定買大陸車的嘛 因為它的性價比已經到了一定的平均水平 對啊 就跟現代車、韓國車有點像 在美國啦 就是我要拼便宜嘛 那我要先訂一輛車我就買韓國車 那可是現代車現在可能就碰到了很大的衝擊 寶馬在這一次有一些歧視性的行為是絕對不可以犯的 因為這是很嚴肅的事情 你想如果說今天在法國辦一個車展 然後你在法國辦車展 然後寶馬說我們只發給這個德國人 不發給法國人 你看會不會引起什麼風波 這個風波絕對很大 對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在中國犯了這麼一個歧視性的錯誤 他當然他一定要很誠懇的認錯道歉 而不能夠再推散主事 因為這個很明顯的就是歧視性的行為 怎麼推都沒有意思 怎麼去圓自己的歧視性的行為都沒意思 另外一個部分既然要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對中國文化要有很深的了解 也就是說就好像我們今天要到美國做生意 或是到德國做生意 我們對德國的很深的文化也一定要很清楚 或者是你到以色列 如果你到以色列你今天賣的一個產品中 有類似這種Z的標誌 那這個都是很敏感的事 或者是你到沙烏地阿拉伯 你賣一個有兩個三星 兩個三角形星的那種 那都要很敏感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你要尊重當地的文化 要深入的了解 而一個這麼大的車廠 連這麼一點基本的能力都沒有 連這麼一個基本的準備都沒有 這不能原諒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對自己 車廠帶來的重大的災難 這代表什麼 長期的忽略忽視 所以給自己帶來災難 那為什麼這個給自己帶來災難 在現在這個特別顯著呢 因為大陸的車已經崛起了 而且你一個災難很有可能 你就沒有了 那你的市場空間就被大陸填滿 還有一個部分裡面 這些歐洲車你搭配了美國去制裁華為 這個簡直是人類間最愚蠢的行為 因為華為它在於中國大陸車系的整合 這個是不予一利的 所以為什麼大陸的你想想看 像我是開車的 開車不只是自己要很舒適 也不只要自己滿足你所有需要的 例如說有很多人在開車的時候 他要提新聞 他要看視訊 他要增加很多的來源 那這個時候你電腦都要供應它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還有乘客呢 那乘客他本身也要利用在運輸的交通的時間裡面 去獲取他所需要的資訊 這個時候就要整合所有的系統在裡面 中國在這個部分做最好 那你歐洲的車還活在 以為它就是一輛車 那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已經在提醒歐洲人說 你如果還活在過去以為它就是一輛車 那你就錯了 它確實就是一個手機 它確實就是一個電腦 它所有的東西都要整合在車子裡面 然後甚至還包括一個非常好的音響在裡面 它全部都整合在裡面 所以因為它是房車嘛 它是一個移動的房子 你所有房子裡面最舒適的供應都要滿足 這目前來講中國是領先的 這個德國車落後很多 落後很多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德國是領先的 不是 中國是領先的 這個新加坡那邊是有一個國際海事防務展 那北京派兩艘船過去 所以是一個很小規模的演習 好像是一個掃雷艦 然後另外一個是飛彈突擊艦 就這樣 那實際上這個也 也不是那麼罕見 就是說我既然要過去 然後就順便在周邊做一個小演習這樣 我是覺得還好 我覺得台灣需要注意的 是它那個隱形戰機要成為航母的艦載機了 因為這個事實上對台灣影響會比較大 這個待會兒賓哥會說的更多 就是如果它殲15起降 它都已經開到比如說去台灣大概200海里左右 那如果還是隱形的 那台灣偵測得到嗎 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這個 因為它本來就有很多軍演的項目 比如說我們如果它發動的是斬首 那台灣是不是可以偵測到 就是 就是它的隱形戰機也不是只有FC31 它還有殲20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恐怕是我們台灣的空防體系 會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那到目前為止我也聽到各種說法 那另外我覺得這個 其他在那邊扯 說什麼你這飛機會有這個軍用的可能性 事實上很多國家做的東西 本來就是軍民兩用的 因為法國這一次馬克宏去跟中國公佈的 那個51點聲明 裡面就有賣直升機 那那個直升機就是軍民兩用的 所以這個就好比美國怎麼看問題 美國以前大疆無人機他也在買 那大疆無人機有人就說賣到烏克蘭 結果被烏克蘭拿去做軍用 然後這個美國軍方後來還是 有一些單位還是照樣在買大疆無人機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要看 你從什麼角度去看 不然這種我們看到的都是像打嘴炮一樣 搞不好這個國務院的前發言人 他現在已經在幫波音做說課了 也有可能 那波音 事實上他的防務部門 比空中巴士要大得多 他一年的營業超過100億美元 而且現在聽說台灣要買那個陸基式的 那個魚叉飛彈 是波音要做的 那不是更直接 對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用這種東西去說 空中巴士 沒什麼說服力 你知道現在中國大陸 的解放軍海軍 的總共的船艦 其實應該是777艘 但是主要的作戰船艦 大概是360艘 如果以360艘作戰船艦的話 其實已經被美軍還要多了 而美軍其實是全球部署的 那以航空母艦 美國有11艘 最後到了3艘 最近福建艦要下水 已經下水 要成軍 第四艘說在計畫 它的057也就是兩棲作戰艦 也就是直升機起降艦 其實現在是輕航母 那現在有幾艘 3艘 預計要到8艘 它的055 大型的飛彈驅逐艦 目前是9艘 據說要到15艘 是 各位 它過去 解放軍的海軍 在80年代 甚至到90年代的時候 都是一個叫做 近岸防衛 它是防衛它的海岸線 但是90年代之後 近岸兩千里很簡單 現在進入到近海防衛 但實際上 以剛才我們形容 解放軍海軍的數量 跟它的先進 它已經進入到了遠洋海軍 如果說有在美國之後 另外一個遠洋海軍的這個國家 當然就是中國 當然就是中國大陸 對不對 因此 這個 它現在是介於近海防衛 遠洋海軍 什麼意思呢 因為它要突破第一島雨鏈 在第一島雨鏈 從美國的駐韓 駐日 到美飛 到整個關島 以及整個美國的第七艦隊 印太司令總部 它要突破這些的防範 你知道 它其實 就像美國一樣 你的 這個加勒比海 能夠有外國的船艦進來嗎 因此這個是遲早 中國要以實力 這個是當然很清楚的 在海軍的實力上要走向遠洋海軍 而它的未來的目標是什麼 是更多的海軍基地 還是說 是以 仍然是以近岸防衛 但是近海防衛 但是在台灣這邊 特別的去強化呢 上一次的軍演 山東艦就是一個區域巨子 所以也就是在這個區域 大家也慢慢 第一個 你看到不斷的軍備 海軍的軍備不斷的增加 第二個 海軍的演習不斷的增加 第三個大家也慢慢了解到 以巷子的速度 中國海軍的這個發展 其實這個區域 將來它的主導性 會是很強 而戰爭衝突 可能一觸而發 那會在哪裡呢 除了台灣 還有哪裡呢 中國駐美的前大使崔連凱 他主要是在強調 中國大陸現在很難信任美國了 因為他第一次拜登跟習近平見話 就講了四步一無意 那美國現在都是倒著做 那如果美國認為沒有四步一無意 他似乎應該否認 可是美國都沒有否認 可是他也沒有遵守 那這個對中國來講 他認為是原則問題 所以他就認為美國講話 就跟放屁一樣 所以他事實上是在講說 你見面這樣講 轉頭就幹壞事 所以叫我怎麼相信你 我覺得美中現在的問題 確實就是這樣 比如說你可以去看葉倫講那話 葉倫說 我自裁你半導體 自裁你人工智能 自裁你量子運算 這個不算經濟 這個叫安全議題 那經濟我們要合作 你這是什麼邏輯 那我也可以講 我美債要繼續賣 因為這個不是經濟問題 這個是安全問題 那這樣就不用討論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種 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還是高高在上的態度 他沒有辦法 跟對方有同樣的一種 平視對方有同理心 那盧沙野那個發言 目前中國駐法大使館 已經把他的專訪的言論拿掉了 拿掉了 因為毛林剛剛記者會也做了回應 不過他沒有直接去講烏沙野 他就說 中國大陸當然承認這些國家的主權 所以已經做了處理了 所以他算是暴衝嗎 我認為是他受訪講話講得不夠清楚 所以很容易被人家理解為 你是不承認人家的主權嗎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中國外交部會有這種立場 我是覺得就是 反正你又引起了爭議 那他已經把它拿掉了 你看現在美國 他說要在十年之內贏過中國 那三個方法 一個是投資 然後結盟 還有對抗 那投資就是花很多錢 基礎建設 晶片法案 結盟就是跟日本 北約 澳洲 AUKUS 競爭跟中國大陸 那就是競爭跟對抗 其實最重要就是科技戰 貿易戰 地緣上的這個戰 就是說拉鋸 外交戰 那在科技戰上面 最關鍵的就是這個晶片 我們大概別的節目 談過很多次很多的層面 從先進的到設備的到技術的 現在甚至連人 那但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台積電現在去美國 不管它是不是能夠拿到 那個多少錢的晶片補助 但是現在台積電 或者是說我們整個台灣的 護國神山的半導體產業 現在是背後左右都受敵 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先講 就是先進製程這個部分 三星的挑戰 Intel現在拿了大筆的錢 我想可能會超過200億 它也要做它自己先進製程的 尤其是台積電的這些人員 將來會不會轉到Intel去 所以這一塊就受到很大的擠壓 不要說中國大陸自己在發展 自己的先進製程 它連EVU的這樣子的光刻機 也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是時間 但真的是時間問題 成熟製程現在最大的問題來了 成熟製程雖然台積電說 我們的客户都在美國 但你不要忘記 高通下的訂單 其實絕大部分六成到七成 是送到中國大陸去做 這些車子也好 電腦也好 電器也好的 那當中國大陸自己在做成熟製程的時候 碰到一個問題了 美國自己也會做成熟製程 然後還有 中國大陸自己成熟製程做好的時候 他會說你美國來的我不需要 你要訂我當地的客戶的 當地的客戶的 更為便宜的 所以將來就會配上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就現在很理解 當張忠謀說 在半導體 所謂的自由貿易跟全球化已經死亡 真的對台灣的半導體而言 真的是左右上下的一個危機 而這個東西對整個全球的這種分工 國際分工半導體分工 事實上是非常不利的 將來這整個美中的科技戰 我們台灣又會是被夾擊的前沿